好這個跨年呢 其實還滿有意思的 有些自己嘗試一點 從來沒有過的經驗 不管在海邊 不管在山巅都很棒 有一個可能就在 突出去的一個海邊 然後一挖一挖一挖的 還可以坐在那兒 然後邊泡著溫泉 邊看著日出 那就是剛剛小胖講到的 台東還有另外一個 很棒的地方對不對 綠島玲瓏 我替台東的鄉親 謝謝三位主持人 為我們台東的觀光大使 伴侶的戰略推 希望你們繼續 把它推到立島去 這個立島這個地方 台灣這個海面上 最靠近海面的溫泉日出 現在是因為 它是有民間在經營 以前沒有管制時間的時候 二十四小時 越晚越多人 然後我真的 我真的夜間泡過 我也是 對啊 十五年前的時候 夜間泡過 會不會我看到是你們那一起來 因為我看到那個 環正四下無人 全部都偷光的小酒 那我們記得之後 你們不要怪你們不敢 好好玩喔 我跟你講我跟孟姓不一樣 我們想泡 因為我帶我爸媽去 泡不到 那時候好像幾點 八九點 下十九一樣 一個蘿蔔一個坑 這一個 這個時候就要大推 把別人推開 這個昭日溫泉 你可要對他尊重一點 全世界不是鼠山就是鼠四 西西里島 日本 九州平如台東的這個立島 勉強說龜山島也有海底溫泉 你看全世界五根手指投書 這個不夠用 海底溫泉其實是非常少的 那時候其實我去的時候 他們就講說只有三個地方有 義大利 日本跟 義大利西西里島 然後日本的這個烏九島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台灣的 好過去 因為太熱門了 高日溫泉在哪裡看 就在這個是海面上 它的泡溫泉 泡溫泉的旁邊有一個高台 好像一艘金劍 你從下方看 就是你站在金劍的下方 上面是一片的草原 對 不是很大 但是你站在那一片的草原 然後風這樣子吹過來 你在高點看日出 我聯繫看好幾次 供姑的機率滿高的 是喔 真的 就是這樣 因為前幾年剛好天氣都不太好 真的喔 只有今年年初的時候 那天氣好得不得了 所以真的也是要看 老天的臉色 可是氣氛很棒 為什麼氣氛很棒 到利島這邊來玩 這些大部分大家都騎摩托車 對 摩托車很自在 繞圈平均大概一個小時 那就是從飯店 我們的利島西門町 騎到那邊 大概也就是十五分鐘而已 很自在 爬了起來的你就去 爬不起來你繼續睡 小胖你泡過昭日溫泉 泡過 那泡昭日溫泉的事有沒幹嗎 其實泡過昭日溫泉 又有很多的美感 因為它有 一區一區一區 但是你要找對區 你找錯區 因為今天海浪比較大 你可能往裡面塞 可能裡面塞那個溫泉 熱度比較熱 你會坐不住 因為沒有海水在冷卻 你會坐不住 就躺在前面的話 太冷你又坐不住 對 尤其在冬天的時候 但是你會挑 你要真的要去試水溫 要試試水溫 溫度要剛剛好 對 那溫度剛剛好的地方 就人擠人 也不會 你要稍微往偏一點 因為它中間會比較 它是這樣子圓形的 那有高度有深度的 那通常 你要去挑的時候 尤其要看得出 因為日出差不多在六點 二十分左右 那我教你 現在現在有管制 你要去的時候 可能在六點出頭的時候 你要把衣服換好 馬上換好 就衝就衝下去了 所以六點之前 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對 它是有管制 現在有規定了 對 有規定 可是今年的跨年 對 今年跨年會可以 它是有開放的 可以提早開放 就五點多 四點半的時候就會開放 所以還會預約位置 不行 不 不行 可是我以為 就是說有個現象說 你在其實在綠島 其實真的 你說要早上去泡 朝日溫泉的人 還真的不多 是喔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有人都晚上去泡 白天起不來 那尤其在早上要去泡 尤其在跨年那一天的時候 去泡的時候 人確實不會很多 所以泡著溫泉 然後看著日出 從海面上這樣子爬起來 對 那也很過癮 真的很過癮 你最怕人的人 來到這邊 不但不怕人 也不怕人 真的 所以你就已經告訴我 一定要大推就對了 我覺得聽到那個小胖講 覺得很好玩 穿著衣服 時間到 趕快出去一脫 對不起 一脫 跳進去 看日出出來這樣 然後一氣呵成 其實在在這個不在這 所謂在招日溫泉這個部分 它其實它像平常時間 因為交通流量是 它是有管制的 所以在島上 你說真的要去泡 會有人擠人 現在還不會 對 因為要到綠島 其實就要經過爬山射水 對 你要坐船 坐火車坐船 坐船船以後 還要等到45分鐘 但是我在想 其實因為那麼麻煩 所以難得到了 你說還不去那邊 泡在裡頭看日出 也實在是枉此一行了 對 剛剛就說人就不會太多 其實在晚上的部分 泡的人更多 半夜擺得多 對 就像我們說 就像剛剛林東大哥所講 有的怕人家看我衣服裝的 就到了那邊擺著 上來摩托 圍著就回來 騎著摩托車就回來了 那其實在白天去泡人 真的比較早 尤其太 尤其假如天氣好的時候 因為只有那個時間可以泡 等太陽真公公 真的出來的時候 很熱 你坐不住 太熱了 旁邊的熱的高度 熱到怎麼樣 旁邊上面那邊 有一排在煮蛋 他煮 龍蝦 沒有看到 在左手邊那邊 所以說 有道理 所以吃早餐 所以沒關係 你看不到那個太陽的話 可以煮蛋 可以有別的 別的享受 大推大推 推不推 他這個就要提前 起碼一天了 對不對 要起碼一天去 好 OK 這個是特別 所以說我們四天 可能我第一天跨年 也看不到 或是說我要提前去 都還看得到 那你後面的四天的連續價值 真的可以在綠島 好好的做一下休息 完了以後再回到台東 再享受一下 那種部落的文化 你綠島還不錯 因為你三仙台 再上去就一場隧道 你比如說 台東跨年晚會晚了之後 你走那個11線 就是海市線 你要由台東往花蓮 因為你不管是騎腳踏車 或是你開著車子 因為你走路靠右邊 騎腳踏車也靠右邊 這樣子上來 遊覽車在你的這邊 如果你是下去的話 你就會視線都會被擋住 所以這樣子上來 然後三仙台之後 一場隧道 接下來就是台九線 就是整個花壇 好美 花壇都是花海 這樣子一直下來 然後又到台東之後 做火就回來 其實除了這一些 固定可以找得到的 跨年的這些景點之外 有一些另類的跨年的方式 像今年這個 華航推的這個還蠻有趣的 就曙光班 曙光班機像華航跟華姓推的 華姓推的是國內 各一班而已 對 像華航那一班飛沖南那一班 很早就秒殺就可玩 也是秒殺 這比較特別就是說 因為 尤其只要 假如說我們一般 就像飛過 像有的飛長線的部分 其實通常你會在飛機上面 接曙光 只是說 不是那個氣氛 不是那個時間點不對 不夠刺激 就沒有跨年 其實在跨年時間飛的時候 通常那個時候大家都在睡覺 他幾點鐘起飛 他四點多起飛 四點鐘起飛 其實四點多本來是很糟的 紅眼航班 對 沒人要坐 可是一操作說看曙光 就變成了 全部人都上來 還蠻有趣的 沖南往北回的話 那右邊的座是被搶光 他會冒 所以他會在上空在盤旋 除了 就不然你怎麼看 除了飛機上看曙光之外 還可以去跑步 是 這也是今年首次來到我們台灣的一個活動 就是Electric的這個 對 沒錯 那他是今年第一次來到亞洲 那他從這個新加坡 一直到日本 韓國 然後香港 然後最後一站來到我們台灣 那剛好又是在今年跨年的時間 12月31號跟1月1號 這兩天都會有舉辦這樣子的電光夜跑 從哪裡跑到哪裡 他是從我們的萬華 萬華那邊有一個這個馬場 馬場紀念公園 這邊開始 那這邊有一個 對 他這邊有一個這個宣傳海報 一個宣傳海報 那他主要就是從晚上這個七點左右 開始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從七點開始跑 那他會有從這個美國 因為他這個活動是從美國原汁原味來到台灣 然後來到台灣之後他會邀請 就是你每個來參加的這個跑者 穿著你自己覺得最好看的這個電光的這個 電動裝 沒錯 GT的電光是要裝電的還是是緩光條 裝電的 LED也可以 一定要裝電 你裝電燈泡也可以 他從七點多開始跑 才跑五公里 那不會跨年 基本上他這個活動是一直到晚上十點 他只是夜跑而已 十點完了之後 大家可以馬上接著跑去看什麼 跨年晚 對 好 那兩位 推不推 我很老實喔 我從來不運動 你們早要跑 自己愛跑 就去跑跑 他會不會很貴啊 他報名費應該不便宜吧 其他報名費是大概一千六百元左右 因為他有非常多的紀念品 包括有帽子 有T恤 有背心等等 就是很玩啦 就還可以 夜跑我覺得不如夜騎啦 比夜騎我還沒 或許年輕人會比較有 對 也比較有感覺 什麼叫做過許年輕人 好來 墾丁海底跨年派對什麼意思 他去年開始就有一群人 就這樣說 晚上在墾丁這邊做所謂的潛水活動 潛水在海裡面倒數計時 但是他真的還是有限 就是不是你數光了啦 對對對 這還是有限的原因就是為什麼 因為他有他的危險性 對 潛水一定要先訓練過 對 而且你要有執照 你還可以下去 下去完了以後 那個才有那個真的感覺 而且晚上的夜行性的那些 那個底氣洞 海底的生物 真的 很漂亮 那請問在底下要幹嘛 在底下 在底下可以去找那些 看而已嗎 對 看而已 甚至說 尤其我們在 你攤到燈打下去的時候 晚上看那些夜行性的 肉食性的一些 石斑魚他都會出來 白天都躲在石縫裡面 那那些所謂的珊瑚礁的一些 美麗的洞 通通會出來 他們還做一些很特別的裝扮 對 這比較特別 他們在海底這樣 到倒數的時候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找一隻你最近的一隻魚 想辦法跟牠親吻 是嗎 你講真的 就這樣就好了 對啦 我開玩笑的 其實可以這樣 就像我們說 現在的潛水不是要像我們 下去拿了魚槍去打魚 現在不是 拿下去餵魚 三二一的身體把它放開 魚就在你旁邊 真的 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不會選一條鯊魚 我只會扶錢 那個在裡頭不是要含的 那個氧氣的東西嗎 對 我可以含十九八七五 其實你就用手笔 沒有啦 他就是用麻辣 他用鼻的 而且這個季節 其實在墾丁那邊 海流來講還是要專業吧 對 要專業 所以說他會有 已經有執照的人 才可以去參加這個活動 假如說沒有執照的人怎麼辦 我們可以從墾丁 在後壁湖那邊 包著遊艇 我們去迎接曙光 所以就跟宜蘭那個一樣 對不對 對 就可以做不一樣的活動 墾丁你可以這樣子 送一百零三年的飼養 在觀山矽照 有道理 然後隔天早上就到龍盤公園 沒錯 龍盤公園有活動 龍盤公園有墾丁在那邊 辦曙光的活動 而且是這中間趕場的入程 是很短的 很短 觀山矽照 然後在龍盤 沒錯 玲瓏你為什麼在各地跨年的活動 那麼清楚 好厲害 掌子 沒有 所以龍盤那邊有活動 有 而且我覺得 在那個墾丁 我覺得其實很精采的是因為 太平洋跟台灣海峽 交界的那個地方 真的還滿過癮的 墾丁還滿好的 推不推 推 我覺得我非常 我覺得真的很威風 我非常喜歡墾丁 我覺得墾丁是一個 而且我是不會潛水 但是就像剛才已經講 我覺得在那個點上 一邊大西洋 一邊太平洋 一邊台灣海峽 因為你看是巴士海峽 對不對 那感覺很棒 這三天可以在那邊碰到玲瓏 對 真的啊 確定 一定有一點在那裡 玲瓏也是個景點 對 而且我們 我們因為 為了要不辜負玲瓏 所以你在墾丁玩了 跨年之後 趕快就開車往台東走 對 再繼續去台東 看好山好水 非常有意思的跨年活動 希望你們好好 把握這個元旦的假期 今天還有哪些麻辣新聞 今天很好了 回來告訴您 我聽說 回到我們 一起進步 曝霊 到 過 多少